公元前五百一十五年 吴国的国君王辽 正在兴致勃勃地等待一道美味佳肴 传说中的梅花凤旗帜 没人能想到 这个叫专珠的上菜人 竟是一名杀手 他在上菜的瞬间 从渔腹中取出一把短剑 刺向了王辽 此时的王辽心中还存有一丝侥幸 因为他穿着当时防御性能最好的铠甲 剑是中国古代装备最为广泛的短剑 兵器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 地处南方水网地带的吴越地区 以步兵为主 适合步兵使用的剑 在这里开始大量装备部队 吴越地区的青铜剑 长度较短 剑身宽厚 两侧的剑刃呈现出两渡弧曲 滑润流畅的龙库 很多高等级的宝剑上还是有华丽的文案 而青铜剑的另一个典型代表则是秦国长剑 它外观朴实无华 可是长度却达到惊人的九十多厘米 也许正是这种实用至上的思想 帮助秦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尽管青铜剑的样式还多 但是追根溯源 它们大都是由短剑发展而来 而刺客专注所使用的那柄短剑 正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根据史料的记载 王辽对于这次宴请早有戒心 所以他才会特意披上肩胛赴焰 那么这领肩甲究竟具有多强的防御性能 才能让王辽选择它来保护自己呢 根据时代相近的考古发现推断 王辽的铠甲可能是那个时期 一种叫做合甲的铠甲 江峰 著名古代甲咒复原师 长期从事甲咒研究和复原 今天他将为我们来重现 王辽身辟的肩甲 江峰复原的这套合甲 是由木胎两面贴皮 并在外表面修漆制成的复合甲片 因此通常被称为合甲 在躯干部位甲片快大而厚时 防御力强 手臂部位甲片较小便于灵活运动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场上 以弓 弩 割 锚等作为主战兵器 我们将选择远程兵器 弓和近战兵器 割 来对王辽所穿的合甲进行测试 由于加触的躯干与人体躯干的结构非常接近 所以我们使用加触躯干代替人体 并且在上面披上合甲来体现当时的防护水平 为了探究合甲的防护能力 我们的军事专家李克风亲自上场测试 那么这种以皮子和薄木板合成的合甲 究竟能不能承受硬弓的抵劲射击呢 射到这甲上 对皮肤就是有损伤也是比较浅 没打到甲上的 打到这个组织上的 打都比较深 你看这都连绑线都看不见了 是吧 有的甚至是穿透了 足不一记生命了 角度不是特别正的 这种剑实际上在战场上也很常见 那么它表层会发生一个小小形变 也不容易射透 所以这也是作为一个复合材料 它有这样的特征 合甲对青铜箭头具有很好的防御效果 在它的保护下 士兵只是受到表皮的轻伤 基本上不会影响战斗力 接下来 王辽所穿的铠甲将要接受更为严酷的测试 它即将面对的是 那个时代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主战兵器 铠甲 李旭民 武术爱好者多年习武 出拳速度快 且力量大 它将完成致命的挥割一击 灼是割最为凶狠的招式 那么由牛皮和薄木板制成的合甲 面对猛烈的灼击会表现出什么样的防御性能呢 这一阵子密集的这个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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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了 穿透了这个甲 但是在这个组织上 在这猪皮上留下的这个创口并不深 最深的一个 不足一股的 都没有影响到多大的战斗力 在测试中 我们看到王辽的合甲 有着非常出色的防护效果 这完全得益于木片和牛皮所组成的复合式结构 古人的这种复合甲的设计思想 一直延续到了两千多年后的现代武器上 在今天 防御性能最好的装甲 就是坦克的前装甲 世界各国的坦克无一例外 都采用不同材质的复合装甲 来达到最佳的防御效果 当刺客专注拔剑刺向王辽的那一瞬间 王辽认为 没有任何一件兵器 能够刺穿他身上的合甲 而专注此时 却相信王辽的生命在这一瞬间就要彻底结束了 给予专注信心的 这一瞬间 是他手中的利剑 刺客专注用的利刃 是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驻剑大师欧野子 亲手打造的鱼长剑 传说 欧野子在驻剑时 他使用了赤锦山之锡 若耶锡之铜 可以推测 欧野子铸造的这把鱼长剑 应该是青铜剑 我们特地从当年欧野子驻鱼长剑的绍兴地区 请来了国内著名的古青铜剑复原专家 朱丽瑶 来完成对鱼长剑的复原 朱丽瑶复原鱼长剑的依据 是一把春秋末期的青铜短剑 这把短剑造型特殊 在它的两侧各有一条加强用的极限 似乎就是为了刺破重甲而设计 能否复原出极具传奇色彩的鱼长剑 对于朱丽瑶来说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青铜剑采用的是铸造方式制成 首先在饭内预先制作出剑型 再完成胶筑 决定青铜剑品质的是铜锡含量的比例 含锡量越高 青铜键越硬 但是含量太高 又会导致青铜键容易断裂 而朱丽瑶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测试 摸索出一套既符合古籍记载 又具有优异性能的铜锡比例配方 朱丽瑶复原的鱼长剑长28厘米 从它极为尖锐的造型能够看出 它的推刺杀伤力非同寻常 在著名的古青铜剑越王勾剑剑出土后 未经任何打磨便可以轻易地划开纸张 沉睡地下两千年 锋利依旧 那么复原的鱼长剑 到底能够达到何等的锋利程度呢 我们效仿考古人员对月王勾剑剑的测试方式 来检验这笔鱼长剑的锋利度 四十张打印纸所构成的强度 对于用现代工艺打造的刀刃来讲 都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挑战 那么采用古法制作而成的青铜鱼长剑 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锋利程度呢 鱼长剑较为轻松地切开十六张纸 这个铜兵器它由于质地的原因 它的开封的角度比这个铁要大 毕竟它那个不像钢铁兵器有那么好的韧性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切口呢 这剑还是很锋利的 因为它切的纸的这个层数比较多 出自于朱利瑶之手的鱼长剑 已经展示出青铜剑优异的锋利性能 而在之前的测试中 何甲对那个时代的剑和鸽 都有着出色的防御效果 那么复原的鱼长剑能否刺穿王寥的何甲 完成这次载入史册的刺杀呢 这依然是一个未知的事情 在青铜剑盛行的时代 推刺是它的主要进攻方式 因为青铜材料容易折断 所以青铜剑不适合劈砍 而专珠使用的短剑虽然便于隐藏 但是它的攻击力显然远远不及常见 因此刺客专珠在行刺前 一定是进行了很多次演练 以便让短剑发挥出最佳的杀伤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练武出身的李旭民 连刺四箭都没能刺传何夹 朱利尔对使用过的鱼长剑 进行了重新的研磨 他将亲自进行测试 朱利尔常年习练太极拳 具有很强的爆发力 那么他的亲自测试 会取得不一样的结果吗 我们从测试结果看呢 实际上我觉得攻防双方其实都有机会 假如说在事先刺客对付类似的甲 做过模拟试验的话呢 那么他应该选择一个比这个要更窄的这个件 那么他的穿透的几率就大得多了 一开始刺激那几架子都没透 后来刺这个可能透了两三次 如果要是会用的话 这个是能刺透的 能刺透不过呀 也没穿过去枪 没穿透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呀 估计这要不感染的话 不会造成死亡 感染就难说了 得了破伤风就难说了 在朱利尔的推刺下 于常见穿透盒甲八厘米深 杀伤力非常大 但是并没有穿透胸腔 因此医生判定这一击没有达到一击致命的效果 我们可以做一种这样的猜测 如果我们回到两千五百年前的那个瞬间 专注使用这把青铜鱼长剑 也许他无法一剑将亡了刺死 而另一个关于鱼长剑的传说 让人们似乎又看到了一种可能 据说在他的剑身上 有着形状和鱼长相近的花纹 因此得名鱼长剑 铁制的刀剑由于断打时不断的折叠 剑身会出现黯淡的纹理 那么鱼长文是否在暗示他是铁剑呢 鱼长剑的始作俑者是欧野子 相传他曾经在绍兴地区 铸造了五把著名的青铜剑 后来他到了现在的龙泉地区 造了三把文明鱼式的铁剑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龙渊剑 也就是后来的龙泉剑 以此推测 专注使用的短剑 有没有可能是一把铁剑呢 周政武著名铸剑师 他将为我们还原 关于鱼长剑的另一种假设 铁制鱼长剑 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 最早的人工冶炼铁剑 出现在西周时期 这一时期出土的铁剑极为稀少 可见在当时只有极少数的工匠 掌握了冶铁的技术 铁剑的问世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那时人们要克服的第一个技术障碍 就是卢温 锻造铁剑需要很高的炉温 必须将铁加热到半熔熔状态 才能进行锻打 在那个历史时期这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 只有极少数的冶金大师才能解决这个难题 铁剑能够横空出世的另一个因素 就是人们发现了折叠断打 也许是铸剑大师在无意中 对铁块进行了折叠断打 这个过程不但去除了矿石中的杂质 而且让铁剑更加均匀致密 在2500年前 这些依靠原始技术制造出的铁剑 就已经显露出青铜剑无法企及的性能 周政武按照欧爷子所遗传下来的铸剑工艺 而打造的这把鱼长铁剑 能否达到像古籍中记载的那样 将王辽和他的肩甲一剑刺穿呢 如果是同样的材料 我觉得铁剑的话 应该这个旺存的这个可能性就非常大 铁剑的性能优于青铜剑 但是铁剑能否一下穿透盒甲 并刺破体枪 还要看刺客的临场发挥 否则再锋利的剑也无济于事 这一击穿透了河甲 穿透了胸臂 沿着这个肋骨下颜 达到了胸腔 进入胸腔两公分 这是足以致命的 在当时来说 像装住他们这种人 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时间去准备 去做这种训练 所以说他的这种 如果今天让他来刺的话 他的这个最后的结果 那一定是比现在做的更到位 刺的更深 青铜剑刺穿河甲 但是没有刺破铁枪 没能达到当场致命的效果 而铁剑达到了一击致命的杀伤效果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做出 这样一种假设 也许专注刺王辽的时候 使用的是铁制的鱼长剑 在刺杀行动中 王辽被一击致命 刺客专注被旁边的卫尸乱刃杀死 而这次刺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 公子光篡位成功 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吴王河驴 青铜兵器 由于材质上的局限 在对抗的时候容易折断 然后尺寸上面的话 也有很大的局限 而铁制兵器的出现的话 就带来了很大的不同 铁制兵器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它韧性强 然后强度高 这个加工更有力 所以的话呢 铁制兵器的出现的话呢 使得说战争的方式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欧野子很可能是 青铜时代末期 最先掌握野铁技术的工匠 正是在他这样的 铸建师推动下 铁器时代的幕布 被拉开了一道缝隙 随着野铁技术的发展 在西汉 青铜舰被铁舰替弹 但是与同时期的 还手刀相比 铁建的制造成本高 不利于大批量生产 而且不适合再马上使用 公元73年的一天 由班超率领的东汉使团 与匈奴的使团 相继出现在 善善国的国都淤泥城 这两个使团都希望 善善国臣服自己 进而征服对方 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 班超决定除掉这些匈奴人 可是匈奴使团人数几倍于自己 而且都是些凶悍异常的勇士 虽然行驶非常不利 但班超毅然在夜里 向匈奴使团发起了突袭 火光照亮了夜空 寒沙声响彻匈奴人的注定 汉朝的使者们 能否在搏煞中胜出 只有依托于手中的利刃 还手刀 还手刀诞生于西汉时期 因为还手而得名 还手刀是一种具有 化石弹意义的主战兵器 甚至有后世学者认为 在汉朝击败匈奴的 长期战争中 还手刀起到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 周正武 古兵器复原专家 长期从事古兵器的复原研究 他将为我们复原 一代名刃 还手刀 西汉时期 百炼钢技术日益完善 这种先进的技术 很快便应用到 兵器制造的领域 所谓百炼钢 就是在锻造的过程中 反复地折叠断打 让铁转变为坚韧的钢材 一口高品质的还手刀 通常要经过几十次的折叠断打 要想得到一口宝刀 锻造的难度可想而知 由于还手刀只有单刃 研磨时间要短于两面开刃的宝剑 制作周期短 更适合大批量生产 单面开刃 刀背可以做得较厚 进而带来更为优秀的批砍性能 在锯原焊剑的向剑刀侧中 再有刀剑表面呈现双舌相缠 或羽毛状等纹理的刀剑 皆为上品 周正五副元的汉环手刀 是否也可以用这些标准 来判定它的质量优劣呢 我们从这个刀剑上呢 能看到非常清晰的这个 折叠断打的这个花纹 那么这是我们中国在这个 兵器制造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工艺的发明 叫百炼钢 钢铁经过折叠断打 把杂质细出 另外把它的这个各种元素 变得均匀 那么用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制造兵器了 在古代的诗词传说故事里 常常对刀剑的锋利度大输特殊 多是一些吹毛利刃的 夸张描述 我觉得这个已经把它的 物理极限已经达到极致 它的锋利度也是 在钢铁当中 已经做到最大的程度了 就是这样子 直接就出来了 现在国际上流行的 测试锋利度的方法 是将草席进水卷成卷 并排多个用刀剑批斩 以斩断的数量多少 和切面的平整度 来判断刀剑的锋利程度 刀剑的锋利程度 与这个剔的力量有关系 要作为一个平常人 我说能剔三个就不错了 首先进行施展的是 是我们的军事专家李克风 李克风身体强壮 具有较强的爆发力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砍这个玩意儿 我现在没有任何依据来进行估计 只好砍完再说了 经过李克风猛烈的一批 只斩断了两卷操袭 刚才我们体会了一下 这个仿制的旱带兵器 从这个开封的角度而言 确实是很锋利 就是下刀没感到有阻力 直到这个刀尖出来了 就突然觉得空了才有感觉 角度扛得非常好 切口也非常平整 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 它可能站的位置比较靠后 结果扛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再扛到第三卷操袭 快要断的时候 刀的长度就已经到头了 刀尖就从这里划过来了 周政武认为 李克风没能发挥出 这把历刃应有的锋利水平 作为复原者 他决定自己进行试斩 并且将草息数量 提高到八卷之多 周老师是专业人士 他成年摆了这个刀 他对这个刀可能更熟悉一些 怎么使用这个斩杀力 能更好 我分析它比李老师 这个砍的还要更多一些 四个到五个吧 如果要超过五个 那是相当于两个人的取代 我的估计在五个左右 因为这个草息的这个韧性纤维组织 要远远要强于人的肌肉 所以说我估计的话 在五个多年 我 就算杀了 我可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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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我对你 你这样就算了 我我看你 那些独播 这次砍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预估是不会超过五个 现在是七个砍断了 第八个呢 是也砍了一部分 这个要是在人体上来说呀 是断两个躯干没问题了 就这个斩切能力 这要在战场上 这个杀伤力是非常强的 这个一个人砍一个人横断不成问题 在三国时期 诸葛亮使用过一种检验宝刀的特殊方法 在竹筒内装满铁砂 用刀披斩 若可以一刀将其斩断 则为宝刀 依据这段记载 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试验 来测试周政武复原的还手刀 还手刀究竟能不能经受住 这种残酷的古代测试方法呢 实际上呢 这是两种一软一硬的两种材质 那么这个竹筒的这个表面呢 实际上是考验刀的锋利度 那么里边的铁砂呢 实际上是考验这个刀刃的这个硬度 那么如果说这个刀又能够顺利地展过去 并且自身又不受伤 那么他就说明这是一把好刀 这种古代的测试条件 很可能已经超过了还手刀的性能极限 这个古人能做到的话 我想我们也应该能把它扛断 第1月 第4月 第1月 第1月 第2月 第2月 它的这个切口呢 前端非常的这个齐平 那么到末端呢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毛 那么整切过的这个 大概一寸半的地方呢 有一道亮线 就是有一点点砍毛了 但是呢 整个这个热还是站着的 也就是说 打磨一下就可以恢复 从这个测试结果看呢 起码按照三国普元的标准 咱现在是达到了 无论是锋利度 还是锋利度与硬度 坚固的测试 这口复原的还手刀 都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威力 但是不管多优秀的兵器 作为主战兵器 实战才应该是检验 它的终极标准 经过一夜血战 汉朝使团彻底消灭了 匈奴使团 原本摇摆不定的 善善国王 看到眼前的局面 即刻向大汉帝国称臣 班超的行动 稳定了汉朝对西域的控制 公元前133年 汉武帝发动了 针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 为了扫除匈奴祸患 汉武帝动用全国的力量 将汉军打造成一支精锐之师 正是凭借这支精锐之师 经过河西之战 墨北之战等一系列的大规模战役 汉军击败匈奴 在汉兄战争的漫长岁月里 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在马下 一个汉军士兵 可以敌得过三个匈奴士兵的进攻 这是双方战士在西汉时期的兵器装备 汉军的还手刀 对抗的是匈奴的皮甲和短剑 那么面对皮甲 还手刀还能发挥出有效的杀伤力吗 为了接近实战效果 我们以加触躯干替代人体 并在上面覆盖皮甲 来模拟匈奴人的防护水平 面对这样的防护 还手刀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杀伤力呢 绑上了甲这个部位正是胸部 正是这个有肋骨的一个底 后边还有脊柱 这流队阻力应该是在驱干这个部位 阻力应该是最大的部位 如果要是没这皮甲 可能直接能砍到几度 但加上皮甲 我叫做最大的力量到几度也得足短 它现在外面附了一层这样的皮甲 而且是钢皮的甲 这样的话呢 这个结果我也很不好预测 估计至少能砍到一半 这个坎基这个程度跟咱们预测得差不多 是吧 咱们预测也就是到脊柱 这个部位就差不多了 但是已经是很不错了 要是人砍成这样 那脏气都堵出来了 你要砍到腹部长脱子要流出来了 你砍到胸部 心肺也都要露出来了 是吧 这肯定是致命伤了 还手刀可以产生如此强的破坏力 与它的形质关系密切 从汉代还手刀的截面可以看出 还手刀开封角度非常小 非常利于披斩皮甲 这种设计就是针对匈奴人广泛 披皮甲的实战特点而设计的 匈奴能够野铁 但是不能织钢 所以它们的兵器尺寸 通常是在40到100公分 这样一个范围 而还手刀的话 通常的长度都在一米 甚至一米以上 所以在双方的对地作战当中的话 一个钢制的还手刀 就明显的会比铁制的 这种更传统的兵器的话 比它们更有效 公元90年基落山 东汉名将窦县派出几路骑兵 与北匈奴陈宇 展开了殊死决战 一直以来 匈奴部队凭借精湛 棋术和犀利弓箭 几乎占尽了优势 然而在汉军骑兵的步步紧逼下 匈奴骑兵被迫在胜负不明的情况下 与汉军展开了殊死的肉搏 在最后脚量中 汉军骑兵纷纷亮出了一种 家常版的还手刀 在周政武的私人博物馆里 珍藏着一口秀实严重的 汉代还手刀 这口刀的长度达到了罕见的一百一十五厘米 在马凳还没有出现的汉潮 汉军骑兵就可以在马上 单手使用这种超长尺寸的还手刀 可以想象 那时的汉军是何等的彪悍 周政武以这口汉代的长刀为原型 进行了复原 那么这种超长尺寸的还手刀 究竟该如何使用呢 又是何种招式才能发挥出 他的最大杀伤力呢 如果是遇到对方的骑兵的时候 像这样的这个窄刃的直刀呢 最好的办法 第一击可以采用这个 平持军刀直刺过去的办法 因为这样你会先与对方发动攻击 还有一种比较容易 很重的呢 就是说在追击的时候 这样的横击 人和马的速度 加上你挥刀的这个速度 实际上打击力也是很大的 而且这样打得比较准 西汉时期应该使用的是一种 更简单更有效的战术动作 马在奔跑中可以产生很大的动能 是不是将还手刀固定横持不动 不挥舞手臂 依靠马的速度 就可以产生足够强大的杀伤力呢 为了测试这口超长尺寸的还手刀 在马上使用的威力 我们设置了一条冲车跑道 来模拟骑兵的冲锋 冲车的速度被设定为 大约三十千米每小时 以此来模拟战马冲刺的速度 同时用夹处躯干来模拟人体 作为测试目标 如果固定牢固的话 一个是刀坏了 一个是被肉打断了 这么两种可能性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如果速度够快的话 掌断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速度如果不够的话 它可能还不如人手 抗蟹的那个效果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威力相当强大 拦腰斩断了 这个断面也非常整齐 你看 骨头 骨头也切断了 脊椎骨 典型的尾气伤 就像那种材质 老材货是一样的 从这个测试的结果看 一个是这个刀的锋利度特别好 另外还有一个是 这个刀的弹性很好 因为作为一个非常长的刀 它的长度已经远远超过 我们一般的徒步使用的刀 那么它的遇到这么大的冲击力的时候 实际上它的刀并不是刚性的 它是在一直震荡的 这一点对于各战来说非常有用 就是说打仗的刀宁可弯在手里 也不能折在手里 这是对刀的一个基本要求 汉代先进的冶铁技术 保证了还手刀极为优秀的品质 让汉军士兵可以使用 那个时代最为优秀的兵器 与敌人搏杀 而且让现代人惊叹的是 这样一口普通士兵使用的还手刀 便可以达到如此高的品质 足见汉朝的科技水平之高 活力之雄厚 汉军出赛五千里 在禁威山历经厮杀 汉军这一仗斩杀匈奴五千多人 匈奴缠鱼逃走 自此彻底解决了匈奴之患 而残余的北匈奴西迁到了欧洲 将那里搅得天翻地覆 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土崩瓦解 还手刀在西汉开始投入使用 随后彻底取代了 剑在冷兵器时代的 主战短兵器地位 剑退出了主战兵器的舞台 还手 窄身 长刃 十倍 这些标志性的特征 在中国古兵器最灿烂辉煌的 一千多年时间里 扮演着主角 在冷兵器主宰战场的时代 人们对于刀剑性能的追求 从无止境 南北朝时期 冶金大师齐吴怀文 通过改善冶铁技术灌钢法 制造出历史上最为锋利的宝刀 由于冠钢法也练出的钢材 被称为速铁 这种宝刀也因此获得了 一个响亮的名字 速铁刀 那么速铁刀是否真的 如传说那样锋利无比 我们将通过测试来验证他的传奇 周正武著名铸剑师 古代刀剑传统工艺的痴迷者 他将依据古法 为我们复原一代名刃 速铁刀 根据记载 齐吴怀文造速铁刀 应用的是那个时期 最为先进的灌钢法和嵌钢工艺 但是最神秘的 则是他的脆火技术 刀剑在断制完成之后的话 需要进行脆火 脆火对于刀剑的完成来讲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急速冷却过程当中的话 这个钢铁会变得更为坚硬 然后有更好的耐磨性 所以脆火之后的刀剑的话 会变得更锋利 齐吴怀文打造速铁刀 采用的脆火液 是动物的尿液与脂肪 这是古人在故弄玄虚 还是其中真的隐藏着 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为了尽可能地还原速铁刀 周政武按照记载中的工艺 使用尿素 盐等成分 来人工合成近似的动物尿液 并使用了汽车机油 替代动物脂肪 极具传奇色彩的利刃 速铁刀即将诞生 传说齐吴怀文的速铁刀 一刀可以斩断三十层甲 我们用三十层牛皮来代替 那么周政武依据古法复原的速铁刀 能否验证传说中的神奇 周政武的一批只砍断了十五层牛皮 采用离奇脆火方式所打造的速铁刀 并没有达到传说中的神奇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 关于齐吴怀文的记载 它所使用的脆火方式 对于速铁刀的锋利程度 并没有带来本质的提升 仅仅是对制作刀剑技术的探索 而让速铁刀名扬天下的原因 很可能是齐吴怀文改进的灌钢技术 根据推测 灌钢法应该是融化的生铁 与饭内的熟铁片高温融合 进而得到含碳量较为合适的钢 灌钢法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以更低廉的成本 更有效地去大规模的生产钢 进而提高了兵器的生产的规模和速度 速铁刀的出现 对于中国刀的发展 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这些先进的制刀技术 不但提高了还手刀的生产效率 而且还为中国刀的巅峰之作 唐横刀的诞生 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技术基础 公元663年8月 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海域 唐军与日军展开了一场实力悬殊的 大规模海战 日军依仗战船和士兵数量的绝对优势 率先向唐军的舰船发起进攻 冒着来自唐军的火器和箭雨 一部分凶悍的日军士兵 成功登上唐军的战船 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兵刃 凶狠的破坏 似乎看到了唾手可得的胜利 然而对于这些日军来说 这一战将成为他们终生无法摆脱的噩梦 在刚已登船的刹那间 迎面而来的是一道道骇人的寒光 将这些日军士兵无情地斩杀 唐横刀是中国古代刀剑史上的巅峰之作 即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制刀技术于一身 因此唐横刀的性能远超同时代的竞争者 打造出优质唐横刀的第一秘诀 就是包钢法 包钢法是将钢材包裹在柔韧性更好的属铁外面 一起锻造成型 采用包钢法制成的刀剑具有很高的硬度 可以产生很强的杀伤力 同时刀身更加柔韧 降低了刀剑的损坏概率 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个钢柔相继的双重特征 古人研究出了著名的热处理工艺 附土烧刃 附土烧刃就是在刀刃以外的部位涂上特殊材料 与刀剑一同加热并脆火 在脆火的瞬间 裸露在外面的刀刃冷却速度快 变得更加坚硬 而附土的地方冷却速度慢 从而使刀身保持了更好的韧性 那我们大家知道都是 我们对刀剑都是整体的进行萃火 有了附土烧刃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只针对韧部进行硬度的加强 而刀剑的脊背部的话 保持相应的柔韧 做到刚柔相继 正是在这些最先进的技术保证下 以及唐代人对于刀剑品质的极致追求 唐横刀成为了那个时代性能最优良的配刀 虽然唐横刀留下的历史记载和实物极为有限 但是其优良的品质 仍然获得了刀剑收藏者的广泛认同 是公认的中国刀的巅峰之作 那么唐横刀究竟可以产生何等的杀伤力呢 为了让测试获得更接近实战的效果 我们以加触的躯干作为人体的替代品 从这个猪排的砍击这个情况看 这个很轻松 我看很轻松就砍断了这半扇猪 所以说人家是人在战场上 这一下就腰斩了 制造唐横刀的先进工艺 给他带来了极为优良的性能 但同时付出的是不菲的造价 据记载 一把上等的唐横刀的价格 大约相当于一位七品官员半个月的奉路 根据太白阴经的记载 一支一万两千五百人的部队 要装备唐横刀一万口 如此昂贵又如此大的装备数量 可见大唐王朝的国力之强盛 如此昂贵的佩刀 在唐朝与日本的白江口之战中 是否可以获得与造价相配的实战表现呢 对于日军来说 白江口之战的胜败 关乎着日本的国家命运 所以他们派出了全国的精锐部队 在进攻中 一些日军跳上唐军的战船 他们希望通过白刃战的方式夺取战船 上船的日军纷纷亮出利刃 扑向唐军 那么日军究竟使用的是什么兵器 与唐军的唐横刀相比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是我们复原的当时唐军和日军的武器装备 接下来的测试是唐横刀与日本刀的对决 在隋唐时期 日本还没有自己的制刀技术 完全是通过模仿和学习中国技术来生产刀剑 当时的日本刀大都保持了汉代还手刀的基本特点 为了进行锋利度测试 我们将多卷草席并排竖起 用唐横刀和日本刀批斩 以批斩数量和切面的平整度作为依据 来评判两种刀的锋利程度 首先进行测试的是那个时代的日本刀 日本刀一共斩断了四捆草席 那么制造技术更为先进的唐横刀 能否轻易超越日本刀的锋利度呢 唐横刀在测试中只斩断了三卷草席 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测试结果 难道说唐横刀的锋利度要弱于日本刀吗 横刀呢应该说比较 就是它的形状是为了对付这个更硬的盔甲 来这个设计出来的 所以说在这个批这个软木标上呢 显得就不如这个以前的刀 唐横刀忽略高锋利度的原因 是与它的最终用途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南北朝时期 野铁技术的发展 让铁甲的质量和装备的数量 都获得了显著的提高 适合批斩铁甲的唐横刀逐渐兴起 在当时唐军已经广泛装备了 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各种铁制铠甲 而这一时期的日军最好的铠甲 通常只能达到汉代榆林甲的防护水平 我们以家畜的躯干作为人体的替代品 在上面覆盖明光铠的原护 来模拟唐军的防护水平 那么当日本士兵向唐军发起攻击时 日本刀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杀伤力呢 发力砍击这个 这是砍击这个原护的情况下 我预估啊 这会发现这个 就发生这个凹陷变形 但是不会砍透 也不会伤到 这个原护下来的准致 它已经把这个突出的这个 铁片打扁了 那么它的硬度呢也有 它能够切进这个位置 能切到里边去切上一个很长的痕迹 可是它已经切进去了 但是它这个整个的斩切力呢 不足以把这个甲片片片成两半 接下来的测试是模拟唐军的进攻 那么以破甲而兴起的唐横刀 是否能够斩断日本士兵的铠甲呢 这个铁甲弯曲变形 但是没有穿透 也没有伤到这个猪肉的这个 皮肤组织 但是如果这要是打击在前胸 或者腌下的情况下 可以造成这个胸骨骨折和肋骨折 这一项呢 在这一项有轻微的反应 就是这个锥板和锥体 有轻微的分离 造价如此昂贵的唐横刀 竟然没有显示出它应有的威力 那么唐军究竟是凭借什么打败日军的呢 在现存于世的几口唐横刀中 有一口名叫金银垫庄唐大刀 它的刀尖部位双面开刃 呈现出宝剑的造型 那么古人设计出这种剑与刀相结合的特殊形制 是不是因为唐军在战场上 需要更强的穿刺性能呢 谢谢 这个唐刀的刺激这个功能还是挺强大的 这次是刺穿了铁剪瓦 刺穿了腐壁 进入了腐腔 二十公分 所以在当时来说 肯定是命是保不住的 这个测试就很清楚看到唐刀的特点 像唐刀的这个造型 它的刃呢 确实横侃是够呛 对于铁甲来说 但是这么坚固的刀 而且是直伸的刀 它进行推刺猛刺过去的话 这个是可以把这个甲刺穿的 接下来的测试将是对唐恒刀和日本刀的终极考验 检验它们的抗损坏能力 为了进行这个极限测试 我们挑选了最为坚硬的劈砍目标 牛腿骨 这是一块牛的宫骨 属于这个四肢肠管状骨 它的强度要超过人 全身任何一块骨头的强度 对于用这个轻电的锐气含激它 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 首先进行测试的是日本刀 第一个感觉 这个牛的腿骨非常地硬 扛到那个牛骨头上面 几乎是扛到跟扛到石头上面 是没什么区别的 手非常正 由此可见 就这种直伸 然后拨刃的这种刀 它比较利于斩软的东西 但是对于硬物 实际上它的无论是刃口的强度 还是刀背的强度 这么极限的条件下 都是不足的 日本刀损坏严重 杀伤力大大降低 只能勉强继续使用 那么弹横刀能否通过 这样的极限测试呢 猛烈的劈砍 使唐横刀产生了瞬间的弯曲 我们看一下这个刃呢 居然站住了 没有像这种拨刃的刀 开封的这种这么薄的 这样受到损伤 那么刀脊的情况呢 我们经过观察呢 也还是值得 虽然在斩切的弓动中 它肯定会有震动 但它又恢复了 所以呢 由此可见呢 唐代的兵器坚固性增加了 日本刀的开封角度很小 因此获得了极为锋利的性能 但批砍硬物时却容易损坏 而唐横刀为了在批斩铁甲的同时 不会伤及自身 因此具有很大的开封角度 减少了对于锋利度的追求 从而获得了更为坚韧的性能 在测试中 唐横刀展现出很强的破甲能力 和极为坚韧的特点 性能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日本刀 唐朝先进的科技水平 让普通士兵获得了兵器和防护上的多重优势 同样在规模空前的白江口海战中 唐军的舰船火器等整体装备水平 都超过了日本水军 在海战的背后 是唐朝的国力与日本国力的较量 唐军与日军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惨烈较量 火光硬红了天空 鲜血染红了海水 最终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将兵力舰船数量 截数倍于己的日本水军打得打败 日本举国的精锐部队 在这次海战中复之一具 战败后 日本本土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 在几年的恐慌后 日本人认清了自己的实力 于是他们以谦卑的姿态 求学于唐王朝 先后派出了十几批潜唐使者 来中国学习深造 其中有很多都是当时的能工巧匠 他们把唐横刀的制造技艺带回了日本 经过模仿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日本武士刀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 它真的是追求精美奢华 然后工艺上的机制 所以导致说它那个质量比较好的时候成本比较高 但是之后的话就很难做到像唐这样 用高成本 像磨刀 然后横刀 移刀 然后最后去装备部队 唐代冶金技术的进步 再加上傲视环宇的强盛国力 使唐横刀达到了中国乃至世界刀剑史的顶峰 鼓显了中国古代兵器史最为辉煌的篇章 公元1140年7月残阳如血 河南小商桥岳飞满怀悲伤 一个时辰之前 他的一支前哨部队全军覆没 爱将杨在兴殉国 从杨在兴遗体上 竟然取出了三十多支剑族 可以想象 从杨在兴被射中第一剑旗 到处马上跌落 这短短十几秒的瞬间 杨在兴和他的队伍 遭到了怎样的袭击 在冷兵器时代 作战双方的第一次交锋 往往都是通过弓弩来完成的 由弓和弩发射出的一片片箭雨 给对手带来的是极其致命的杀伤 从这个角度来说 弓弩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战役的胜负 这枚碎石箭族已经有两万八千年的历史 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实质箭头 我们的先民发明并使用弓箭的年代 至少应是三万年以前 从原始的单体弓到商代的合体弓 再到春秋战国之后 不断发展完善的复合弓 中国的弓箭一直处在世界的前列 蒙古弓 中国复合弓的代表 这种跟随蒙古大军印马多闹河畔的武器 给西方诸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现在的中国 依然有不少人最新于它堪称极致的制作工艺 和弯弓搭建的英雄情节 糯米就是其中之一 复合弓的全称是金角复合弓 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纪 明确指出制作工需要干 角 金 胶 丝 和七 六种材料 因为它所使用的是天然的东西 所以粘起来是比较复杂 一点一点的 一层一层的粘 所以它时间比较长 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所以才能是粘好一把好工来 将六材合制成功 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完成的 不同的工序需选取不同的季节 古代工匠制成一张粮工 连选材在内 共需要四年的时间 复合弓在它平凡的外表下 隐藏着古人极为精巧的设计 这些材料结合在一起的作用 绝不是为了形式上的意义 通常复合弓的核心 是层木等韧性较好的木材 外面包上硬度较好的木头 最外面包上牛筋 这种复合结构大大加强了 工身所能储存的势能 使人可以将更多的力量 转化成势能 射出更远的弓箭 成熙斯汗石碑里边讲啊 一二二五年 蒙古人在布哈苏之海 举办过纳达姆大会 完了以后成熙斯汗 他弟弟的儿子叫一香格 设过五百多米 这是诺敏历史两年 按照古法打造的蒙古工 结构简单的复合弓 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否足以射出 传说中的超远射程 一切都要从实验中得出结果 这把工的拉力是19千克 根据资料记载 蒙古复合弓 拉力一般在70公斤左右 不到20公斤的拉力 确实让人失望 是什么影响了 蒙古复合弓的拉力呢 我们可以做很硬的工 比如说是一百多磅 箭呢 我们也可以做很精的一个箭 但是呢 现在的人是主要原因 为啥呢 现在的人呢 恒拉力没有那么大了 再说这弓和箭呢 离我们现在社会的生活呢 比较远 远离战场的蒙古弓 早已被人们重新调教 这把拉力只有20公斤的复合弓 究竟能射出多远的射程呢 海日狠 内蒙古马术队队员 凭借骑射多次获得奖牌 称得上弓马贤熟 探寻弓箭的最大战力 一直是他的最大梦想 测试小组将使用测速仪 记录这把蒙古弓发射时的出速 来计算他们的最大射程 四十二点 四十二点 经过测量和计算蒙古短弓的射程 大概在一百八十米左右 从这个实战来说呢 用这个就是这样的 金角复合的反曲弓 它不需要在 就对于骑兵来说 它不需要在一百多米外开射箭 它只要能进到五十米 然后到了很近 它就要悬回 它不会冲震的 所以它这个东西 重量在射程 在射速而不是射程 不到二十公斤的拉力 射出了一百八十米的射程 这个结果让人不寒而栗 拉力二十公斤的弓尚且如此 历史上那些百金大弓的恐怖射程 更是可想而知 公元六百六十二年 天山脚下 唐朝军队与来犯的 十万铁勒骑兵展开了对峙 作为从小便以骑射为生的 铁勒军人 从未将中原军队放在眼里 几十名将领 抢先从阵中策马而出 冲向唐朝的阵营 正当铁勒将领们 要武扬威之时 从唐朝军队中冲出一员老将 向他们飞驰而来 这位老将军名叫薛仁贵 唐朝最优秀的弓箭手之一 铁勒将领更无法想象 薛仁贵会给他们 带来怎样的震慑 普通士兵使用制式复合弓 究竟能造成多大的伤害 测试即将开始 首先要确定的 是复合弓射击的有效射程 有效射程是远程兵器的 另一项重要指标 只有在有效射程内 才能完成对目标的杀伤 根据史料记载 历史上的蒙古骑射攻 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米 这已经可以和现代 五四式手枪的有效射程 互相上下 这可能吗 实际上在马上用的这种 比较短的这种反曲弓 它实际上在射击的时候 它可以射到400米以外 没问题 但是作为骑兵 它在马上 由于它颠簸 它的精度很差 所以一般它不会 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发箭 那么有效的 对于骑兵来说 最有效的战斗距离 一般在50米到25米之间 它会用骑射弓来射箭 三十米 古代文献中 蒙古骑兵使用弓箭时 最接近敌军的距离 锁字架后面的猪牌 将模拟弓箭穿甲后 对人体造成了杀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这个穿了四只 像这个没有的呢 这肯定都是重伤的 甚至危及生命 油甲的地方也都穿进去了 但是都到这个箭的根部 就都卡住了 因为疼痛也好 或者后期的感染也好 在古代来说呀 这肯定都是都能致命的 从实验结果来看 作为远程狙杀武器 传统复合弓的杀伤力 足以胜任 令人疑惑的是 它原始而简单的结构 能够达到传说中的精准度吗 成清 现代反驱弓 复合弓双料全国冠军 精度设是它的强项 它和现代复合弓的组合 将在精准度上 与传统复合弓一决高下 合金工身 人体工学结构 滑轮系统 碳纤维箭支 光学瞄准仪 材料学的发展 和现代枪械理念的融入 现代复合弓的强大 一目了然 三十米的距离 假人头顶的目标物 两位气场强大的神剑手 这是一个经典的桥段 只不过目标从苹果 变成了网球 究竟谁能拔得头筹 神剑手之间的对决 即将开始 相当准 对 那你估计这个传统工 设球这么大的目标 要几件 这个不好说 有时不一定一根就能准 但是剩那个人头 肯定是一个人能准 仅从外形上看 传统复合弓 与现代复合弓之间 完全没有可比性 简单原始的弓箭 能够一箭命中吗 海日狠自己也不看好 这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一箭 时间和技术上的巨大差距 被瞬间缩短 看上去简陋原始的 传统复合弓 在海日狠这样的神剑手手中 虽然没有一箭射中 但却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这样的精度作为打仗 古代战争是足够了 因为它可以已经保证 射中宽度可以射中头把了 那么现代弓 实际上结合了很多的 我们现在的枪械的一些技术 它又给倒的回去放在弓箭上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瞄准镜 那么这个可以提高它的瞄准 那么还有从减震方面说 这个有平衡杆 那么这个弓对于它发射的瞬间 它的这个减震是很好的 传统弓它做的比较短 是因为它要在马上射箭的时候 它要回马射 这个弓在同样的力量下 它越短它就开弓以后 它的稳定性就越差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传统弓实际上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瞄准距 虽然精度上差之好理 但没有任何附件的传统复合弓 依然虽败犹容 历史上正是结构 精度和杀伤力的平衡 造就了蒙古骑兵独一无二的战斗方式 它们甚至可以在飞奔的骏马上 回身精确的射击 给对手带来最突然 最致命的打击 时间回到公元662年的那次交锋 由铁勒将领组成的战队 与唐朝老将薛仁贵的距离 越来越近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短短的几十秒内 冲锋中的铁勒人 仅仅听到三声弓弦响动 已有三人落马 神异般的剑法 无法躲避的死亡 铁勒人瞬间被击溃了 将领们带着军队仓皇而逃 唐朝将士乘胜追击 平定了这场叛乱 三剑定天山 以一己之力 凭借弓箭的威力 成为一场战役取胜的关键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神话 在古代战争历史上 能与中国复合宫相齐名的 当属英国长弓 他同样也有着令人仰视的战绩 克雷西战 两万英军对抗六万法国军队 英国长弓让法国重装步兵 和骑兵身上的铠甲 形同虚设 此战 法军一万五千名重骑兵 全部战死 而英国军队的死伤 只有二百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这种长达1.8米的英国长弓 使所有欧洲人为之胆寒的远程兵器 历史上 中国复合宫和英国长弓 从未有过交锋 他们无论是在结构 还是射击方式上 都完全不同 那么他们之间 孰强孰弱呢 帮助我们测试长弓的 依然是我们的神剑手程青 虽然之前没有使用过英国长弓 但看起来它上手很快 现代这个弓箭 它的那个沿袭 都是从英国这边过来的 所以这个更接近于 欧洲的这个拉弦的这个方式 因为它弓形本身比较长 拉开弓以后 弓弦的夹角比较大 这样比较适合三个手指去勾线 这种三指勾弦的方式 被称作地中海式射法 是古代环地中海地区的国家 普遍采用的一种射箭方法 用三指来拉弓弦 并且把箭尾夹在 食指和中指之间 用力开弓到脸颊 然后自然撒放 目前国际上主流射箭比赛 如奥运会 都是采用的地中海式射法 而海日痕所采用的是 标准的蒙古式射法 拉弓弦的手用大拇指扣弦 箭尾卡在拇指和食指的指窝处 一般采取大拉锯的方法 全力把弓开满 如果在部下用长弓的话 地中海式射法 就是可以比较准 比较慢的这个远距离发箭 而如果是你打算 再马上近距离快射的话呢 那么这个蒙古式射法占优势 在蒙古式射法的催动下 中国复合工的射速 发挥到了极致 蒙古骑士甚至可以在高速运动中 连续命中相隔不到 15米的两个目标 一方是在欧洲有着不可超越地位的英国长弓 一方是在中国古代兵器榜中 有着上千年霸主地位的复合工 在射箭经历完全不同的测试者手中 会发挥出怎样不同的威力呢 首先测试的是英国长弓的拉力 这把成功的拉力应该在26千克左右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在测的过程中 拉的这个拉锯还不够长 因为在这个像这样的成功 如果拉满的话 应该能拉到90磅 当然对一般的射手来说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需要那种长期训练过的射手 虽然没有完全拉开 但与蒙古复合工相比 这么大的拉力差距 依然让人对英国长弓的射程 无比期待 英国兰长弓的射程 大概在193米左右 拥有更大的拉力的长弓 显然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射程 从结果来看 精妙的结构 让拉力较小的复合工 确保了足够的射程 两种弓来说呢 它本身并没有说 哪一种完全在射程上 会超越对方 中国复合工与英国长弓 都曾面临同一个对手 被誉为金属堡垒的欧洲板甲 这曾经是中世纪欧洲骑士们 最好的防护 那么面对如此坚固的防御 究竟是谁能够穿透铁甲 造成更大的伤害呢 两名神剑手将每人发射四箭 对目标展开最致命的攻击 用这个长弓射的 要比这个用这个猛弓射的 身好多呢 是不是 这个连一半都不足 这个呢 已经都到这个箭头的根部了 而且穿透了 可能还是他的弹性是能大一些 那么从杀伤力来说 这个就是紧轻伤 而这个就很可能射中心肺的器官 那么如果说是对付这种 就是十字军骑士常用的 就是板甲加锁子甲呢 现在我们看就是这个透甲锥最厉害 但是呢从射手的角度说 我相信射手都愿意射这个 金角复合的函曲弓 因为这个长弓虽然比较猛 但是它越拉越硬 越拉越硬了 弓是古代一项重要的发明 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 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 对于曾经的蒙昧时代 弓箭曾是决定性的武器 然而随着火器的发展和成熟 伴随着人类发展 走过漫长历史岁月的古弓弩 终于像西山落日那样 不可挽回的 消失在军事革命的地平现象 公元168年 在东汉王朝的西北部地区 原本祥和的景象 已经被连年的叛乱所取代 为了征讨那里的叛军 东汉王朝派出了 最出色的将领和部队 尽管已经到了春季 但位于宁夏的冯义山 依然寒风刺骨 汉将段炯所率领的一万多军队 与叛军展开决战 面对着数倍于己的敌人 久经沙场的段炯 命令士兵摆出一种 尽可攻退可守的作战阵型 希望以此来彻底击溃叛敌 在《后汉书断九传》中 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场面 九乃令军中张族利刃 长矛三重 协以强弩 列清旗为左右翼 当时所使用的主战兵器 就是毛 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 且长盛不衰的兵器之一 自从人类发明了战争 毛便作为克敌制胜的兵器 被各个时期不同朝代的军队 所使用 为了将它的杀伤力发挥到极致 人们为此而竭尽全力 早在旧石器时代 先民们就已经将锋利的石块 绑在长棍前作为打猎的工具 到了青铜时代 毛头中间为脊 两侧为叶 以此来增加它的杀伤力 随着野铁技术的进步 铁毛的形状变得更加修长坚弱 周正武 著名铸剑师 凭借精湛的锻造技遇 它将为我们重现汉代铁毛 西汉时期 随着野铁技术的发展 钢铁被应用到毛的制造中 由于钢铁的性能更加坚韧 因此铁制毛手比青铜毛手更加纤细 带来这些变化的便是汉代的 百变钢技术 通过反复的折叠断打 这个过程除去了杂质 使钢铁更加制度 进而获得更加坚韧的铁毛 在汉代 青铜毛逐渐被铁毛所取代 那么铁毛为何会取代青铜毛 它究竟具有哪些 超越青铜毛的独特性能呢 在古籍中 对利器的穿透力描写 通常以洞穿甲的层数 来作为评价的标准 对不同时代的两件兵器 我们将延续古代的测试方法 进行检验 青铜毛与汉代铁毛 同时面对四十层牛皮的考验 那么 首先登场的铁毛 究竟可以达到 何等的穿透能力呢 接下来进行测试的是复原的青铜毛 牌手中间齐挤 两侧成三角形 从造型上看 同样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铁哥 陪伴 青铜毛 刺穿皮甲是九层 铁毛 刺穿皮甲十五层 两者相比较 铁毛 要比这个青铜毛 穿透能力要强 铜毛穿透力在这儿 那么铁毛呢 到这里 实际上我想这个潜力还应该有 铁器的这个硬度 韧性啊 都比较比铜要大得多 所以说 如果猛刺的话 可能会刺得更多 汉代铁毛有着远超于青铜毛的穿透力 那么在实战中 它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杀伤效果呢 为了让测试更接近实战效果 我们用夹触的躯干来代替人体 并且在上面覆盖皮甲来模拟当时的防护水平 猪排啊 跟这个人体的结构呢 大体是相近的 无论它的组织结构 还是这个内脏的位置排列的关系 跟人都是差不多 我们用它呢 来做这个靶子 完全能模拟出这个 对人体水伤程度来 穿透性能优异的汉代铁毛 究竟会对这样的测试模型 产生什么样的伤害呢 这次这个铁毛 穿过了皮甲 进入了这个体枪 从这体枪 还过了三十公分 这要是人体的话 从正面刺进去 会从后背穿出来 肯定给胸部 吸引肺也是造成贯通伤了 这肯定是 威胁生命了 叛将段炯所率领的军队 与叛军展开极战 他摆出了攻守兼备的阵型 以三层长矛兵 形成难以攻破的防线 中间配备弩兵 对敌人实施远距离的攻击 左右两翼由骑兵来担任主攻力量 面对数量上占有优势的敌人 段炯对着自己的部下慷慨陈词 今去家数千里 尽则事成 走必尽死 奴隶共功名 段炯的声音回荡在空中 激发起了所有男儿的血性 他们凭借强弩的威力 手持长矛 义无反顾地向叛军 发起了冲击 据后汉书记载 这一战汉军斩首八千余击 福获加畜二十八万头 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迎来了西北地区的安宁 矛 简单实用 杀伤力强 但是他摆冰之王的雄风 在汉代却还无法充分展露 在当时的兵器谱排名榜上 铁矛始终排在同时代的铁戟之后 铁式矛与鸽的结合体 同时具有着两种兵器的主要特性 既可以像鸽那样勾和拙 也可以像矛那样刺激 因此这种功能多样的兵器 称霸了主战兵器舞台八百年之久 魏晋南北朝时期 野铁技术的高速发展 让大量的铁制铠甲 广泛装备骑兵 骑兵的防御能力 得到空前的提高 战场环境的改变 让破甲能力成为那个时代 衡量一件兵器优劣的最高标准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锚超越了铁戟 并导致铁戟迅速衰弱 那么发生这种转变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 铁戟的破甲能力测试 长子剑 国家级专业武术运动员 拥有极强的爆发力 铁戟的破甲能力测试 将由它来完成 戟的贯穿力还是挺强的 但是跟我们平时练的枪来比 这个杀伤力还相对来说要小一点 因为它有一个小支在阻挡 挤的前进性 进攻性 如果要是枪的话 肯定贯穿的能力更强一点 面对防御能力极大增强的重甲骑兵 铁戟因为破甲能力弱 被穿透力更强的锚所替代 到了唐代 随着重甲骑兵的没落 又长又重的铁锚 很快被功能相近 却更加短小的枪所替代 而且在唐军的部队中 达到了人手一支的装备力率 而到了军事疲弱的宋代 短小轻便的枪 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应用 宋枪的使用的话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背景 就是在宋朝的话 已经开始形成了 系统化的军事理论体系 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阵法 而不同的阵法的话 需要有不同的武器来支撑 引生出来不同功能的枪 所以宋有名的枪的话 是历史上最多的 在宋代 枪的种类极为繁多 并且分工明确 有守城专用的拐突枪抓枪 有骑兵专用的双勾枪单勾枪 还有步兵使用的宿木枪和锥枪 在这些种类繁多的枪中 造型最为内敛的锥枪 却承担着极为艰巨的任务 他要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悍的敌人 和最坚固的铠甲 五经总要中 对于锥枪有着如下评价 其刃为四冷 坡壮 锐不可折 在宋代 西夏人利用冷断法 打造出了那个时代防御能力最强的冷断架 冷断架对于箭矢和短兵器 都有着极为优异的防御能力 那么结构简单的锥枪 能否承担起破甲的重任呢 为了更为接近宋代的作战环境 我们在家处的躯干上 披挂了复原的冷断架 来模拟当时敌军士兵的防护能力 在锥枪面前 冷断架的那份从容 还能继续保持下去吗 长玉刚 枪术名家 它身后的枪术功底 应该能够把锥枪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然而当长玉刚仔细看过冷断架之后 却显得没有十足的把握 虽然练了那么多年的武术 但是遇到这个情况是第一次 刚才摸了一下铁匠 尽量吧 我会尽量地刺去 但是没有多大的把握 刺了 这个追枪的杀伤力还非常大的 这个轻易地穿破了这个铁甲 而且这个贯穿了整个躯干 因为这边已经过来二十多公分了 要是人体的话 就从前胸一直从后背就能透出枪尖来了 抬甲主要功能还是挡这个远距离的这个流失 就是弓箭 那么对于近距离的这个长枪呢 尤其是这个枪尖加固的这种透甲的枪 那么一般来说猛刺是挡不住的 追枪简洁的造型以及穿透性强的特点 让它成为最具通用性的主战兵器 而且它的基本造型被一直延续到了热兵器时代 在抗日战争中依然可以看到追枪的身影 枪的话呢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突刺 所以在历史上2000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的话呢 最终的话呢 枪的最基本的功能得到了最有效的保留 所以通常来讲的话呢 我们去看比较多的这个枪还保留了像这个 宋代追枪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形式 岳飞在青年时代便凭借掌中枪 单起斩杀金军将领而一战成名 在南宋所涌现出的众多抗击英雄中 岳飞的战功最为卓越 十几年的战马生涯 他所率领的岳家军与金国交战不下数百次 所向披靡未尝败机 岳飞和他的掌中枪是大宋军人永远的骄傲 枪法的基本招式为 拦 拿 扎三个基本动作 拦为向左拦截来袭的兵器 拿为向右克制来袭的兵器 扎为攻击动作 双手握枪向前直刺 三个招式紧密相连 变化无穷 在古代 枪是装备量最多的兵器之一 但是枪却是一种很难习练的兵器 修话说呢 就是年拳 越棍 九炼枪 枪的训练在兵器中是最不容易的 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 那么枪术名家相比普通人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呢 我们特意请来 没有经过武术训练的志愿者胡温宇 进行对比测试 首先进行的是 与枪术训练密切相关的力量 和出枪速度的测试 首先进行的是拉力测试 接下来是出枪速度的测试 测试的结果是 胡温宇的拉力略大 而长玉刚的出枪速度略快 枪术名家并没有展示出明显的优势 抗窝英雄七级光为了训练士兵的枪术 总结出一套特殊的方法和相应的训练器材 我们将延续七级光的训练方法 测试的目标为全身把 在眼睛 咽喉 心脏等五个要害部位 安放网球作为刺激目标 测试者在二十步外 快速跑到全身把前 以准确刺中网球为测试合格 实际上七家军的训练非常有针对性 这个训练是模拟的 在作战的最后阶段 持枪冲向对方给予最后的一击 那么这一下子第一就是要猛 另外一个就是要准 因为如果你需要对对方反复刺杀的话 那你的生存的几率就下降了 测试以刺中三个球的总时间为考试成绩 那么七级光的测试标准 能否甄别出枪术名家与普通人的区别呢 貌似简单的测试 它的难度却远远超出了所有你的预计 像长玉刚这样的枪术名家 都很难做到百发百中 而且两人的成绩非常接近 与普通人相比 枪术名家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 那么长玉刚的枪术优势 到底隐藏在哪里呢 为了探寻枪术的秘密 我们将进行模拟实战的终极对抗 我觉得我的力气会比长局长大 然后跟他在一起对练的话会占便宜 但是跟长局长一交手 跟他对碰的时候 他这个枪几乎每下都快被打飞了 很难抓得住 几乎就没有什么进攻的机会 像长老师他长期的这个练习枪法 那么他呢这个 首先是他刺杀 比如说他刺杀的力度 还有呢就是他刺杀的这个 准确度比较高 那么对于对手来说 他的生存几率下降 那你自己就安全了 经常呢就是说 可以一次短时间内对付几个敌人 宋代枪的种类繁多 是为了防御以骑兵为主的敌人 当枪组成如临的军阵时 会产生有效而可怕的杀伤威力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八镇土 便详细记录了枪在军阵中的使用 八镇土由诸葛亮所创造 延续千年 以战车组成多个方阵 当敌人骑兵冲进方阵之时 利用战车单元分割敌人保护自己 并用特制的长矛对敌人进行致命一击 百丁之王这个说法的话呢 其实是起伏明代 那在战场上的话呢 通常是武人为义武 然后的话呢 不同的兵器 吃不同兵器的人跟他来配合 做到攻守兼备 而持枪者的话呢 在这个当中其实起到了一个 这个掌门人的一个核心作用 而后世的话呢 也沿用了这么一个通俗的说法 说这个枪呢 是百丁之王 枪在中国古代十八班兵器中 位列第二 简单却具有着极大的杀伤力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 枪这种古老的兵器 与它的使用者一起 在抵御外敌的侵略中 书写了永远值得铭记的篇章